这期跟大家谈一谈心吧 聊一聊那些令我们无奈的 我们热爱的中国职业足球队 今天下午大家都知道 网络队是0比8 败给了川崎慕尼黑两轮净吞13大 之前让大家引以为了 楼能足效 楼能也派了自己的二线队去参加亚冠 第一轮就0比7 那么今天晚上还将面临 日本很强大的朴河红钻 希望楼能好运 这一期的主题大家先听 我想跟大家一起互动的 希望大家一定三连点赞点关注 我们聊一聊中国职业足球队 不说中国男子国家队拆开 所以那些队中国男子国家队拆开 所以那些队中国男子就是想起来 还没听完就说要开喷的 大家先不用听了 我们就好好聊一聊中国职业足球 首先第一大家都知道 我很早就说中国足球 说的很多很多 缘于很简单 因为我的城市小时候 有很强的这种职业联赛的氛围 就如我们说的大连呀 北京呀 上海呀 南博呀 对吧 四川呀 对吧 大家雄气雄气 陕西呢 对吧 都是这样过来 所以像我们这一代人 有很强烈的职业足球队的 这种情感 尤其在职业化的最开始的前十年 在03年我们没有改名中超联赛之前 任何城市 你提到自己的城市足球队 大家都是一种骄傲 每到一个下窗 每到一个冬季来年 大家都想着 我们赛季签了谁呀 我们明天签谁呀 来哪一个国角呀 是不是 但是今天 尤其近一年 我的这层情感都开始陆续的消退 我不知道平空前的 大家跟我一样 因为我真的是爱到骨子里了 不夸张说 我们之前的中超球队的时候 我们上大学 我们一个宿舍三个人可以 每一周坚持四天去看球队的训练 就坐在那旁边 当时的西安的高新区 开发区 那会还有很多在建大楼 包括大家和绿地集团 在那块卡卡中开发 还有很多民工朋友 大家一起卡卡卡 做到了边喝水 然后呢边吹牛 边聊这个场上的 就是训练场的球员 这个萨利呀 李毅呀 孙靖海呀 曲卧呀 赵旭日呀 对不对 响当当的名字 但是在今天 到这个东窗来临之前 有多少球迷还在关注他的城市球队 在要转会的这些人 我们得承认 我们的职业化氛围是直线下降 第二 这个东西其实在去年 我们已经说过了 中国职业足球联赛2021年 是有史以来氛围最差的 大家只记住了 鲁能拿到了冠军 其他的亮点还有吗 没有的 中国职业足球联赛最火的是 我们之前也说过 04年之前没有改名之前 不管你是四川球迷 他们会为四川喊雄起 陕西球迷会喊贼贼贼 对吧 大连球迷不用说 大连足球城超级联霸 上海球迷 蓝摩拉拉队 对吧 我们的北京球迷玉林军 包括我们的鲁能球队 鲁能球迷 对吧 我们的几年奥林匹克球场 橙色的风暴 大家能想到的 全部都有 百花齐鸣 各家球迷之间 有所谓的这种 竞技场上的敌对情绪 但是依旧都热爱着 这个联赛 但是今天呢 我们再看一下 第三 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 我们已经连续两年 让小朋友们去参加亚发了 然后霹里哗啦说是锻炼的 都被别人一踢 踢个十几比零 几轮下来 累积个三十比零 一年是这样 第二年依旧是这样 锻炼意义是怎么样 我能理解的就是 球员心态崩了 我小朋友刚出出 茅庐 刚去面对社会 噼里哗啦 天天让人家干话三十比零 你能接触吗 你的整个锻炼价值在哪里 想问大家在哪里 第四 大家看到 西亚记者 今天已经开始不满了 说的是 强烈建议亚洲联强 中国足球队 踢出亚冠联赛 因为他们在这个联赛 是对于一点都不酷 对于这个联赛 是一种所谓的不尊重 这个话有问题吗 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 但是我们现在抛一下 深层的这些原因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东西 我们刚才讲了 讲职业化球队 不是说中国男子国家 先不要考 所有的那些 联赛在牛 亚冠在牛 跟中国队没有关系的言论 先放一遍 我们说的议题是什么 我看到今天争议很大 有的球迷在留言说 恒大永远是中国足球的罪人 他们让中国足球倒退了几十年 下面的反驳的声音 好像更强烈 其实我想就这个话 你跟他探讨一下 我反问一句这个球迷 恒大是中国足球的罪人 他的金元足球 害了中国足球 从某一些方面来说 对于国家里的支撑 某一些方面确实是 但是我想请问 恒大没有入驻的 2003到2010年 中国队冲进世界杯了吗 2010年世界杯 我们连最后的十强赛 都没有进入 也就意味着 类比到今天没有进十二强赛 你告诉我 恒大害了中国足球 如果说恒大没有入驻之前 他对中国足球职业联赛 整个国家队的输送人才 他国家队的成绩 确实当时在十强赛 能打到个第六第七 这句话认了 全部我可以甩给恒大 但是有没有一句话 就这么简单 第二 我对恒大的评价 一直是这样的 从开始到今天的不变 广州恒大在这个过程中 确实有泡沫 有他的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是多方面的 这些问题更多在于 我们的总织者 当时没有想明白该怎么录 让人家去这样弄 但是只单纯去看 他那些年带给球迷 职业化联赛本身的商业体系 以及观感 最起码是正想的 作为多少不看 中国职业联赛的球迷 重新走到了足球场 去看 作为多少中立球迷 不是上海 或者我们说江苏 或者北京这样 跟他有直接竞争关系的 这些球迷 至少其他的这些联赛 中甲的 中超的 倒数一万名的 很多都有他的中立球迷 我身边很多 包括很多新闻从业 都说中国足球 我已经七八年 十几年不看了 那改啥名呢 改到中超难看死了 尤其大家之前说过 零七零八年 中国职业联赛 压根都没有人赞助 什么意思呢 你联赛品牌被抛弃了 但是不管怎样 一三一四一五年 他们在亚冠赛场 踢出的那些美丽足球 就让我们可以铭记 作为球迷来说 观感是好的 你不能否定这个东西 对不对 那么在今天 他落难 不要以倒逼言论 认为他其他产业出问题了 去倒逼 他足球队影响了这个产业 完全是扯淡 他的足球队能力还达不到 可以影响他本身母公司的产业 对不对 我们可以不去支持他 但是我认为 如果你是看过 那我曾经给你带过 带来过欢乐的 至少不应该落井下石 而且再回归到 大家会经常说 国足的成绩 我想问一下 要规划的是大家 规划的多少个 E的 是不是他抛的W 你不管怎样 是他抛的这个米 所以你没有必要 把他一杆子打死 这就是我到今天说 职业联合赛 一直没有变的一个观点 OK 抛一边 那我们再回归到 今年的联赛